金华城案简连在约谈大咖证人 前新北市议员李宛玉的父亲林志郎 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追查他捐款给民众党的数笔资金 一次用来对照金华城案的相关金流 另外是调查局北极站今天是约谈 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宇修 还有发言人戴宇文等多名的党职 一次要追查假账案 民众党抗议被清算强调是绝不妥协 而同一天简连也是提讯了朱雅虎以及彭正生 简连大动作持续约谈 这回还找来大咖证人林志郎 黑衣黑裤加上黑外套满脸皱纹的 看起来相当低调 林志郎是前台北市议员李宛玉的爸爸 从母亲的李宛玉曾经说过 他的爸爸是云林望族 他那一中毕业是陈水扁的学弟 大学虽然读医学系的 但因为家里家大业大 祖辈的人都骑马寻田 所以毕业后没有当医生 而是开了建设公司 林志郎也因为投资芝麻酒店 还有中山区景星大楼一度是新闻人物 传出林志郎曾经捐了十多万元的 政策现金给民众党 郑讯是为了要追查或对照 金华城案的金流 和他一起被约谈的 还有台湾医疗发展全联会理事长吴梅寿 郑讯后被送往北检复讯 跳下车往里冲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还有同案在押被告朱雅虎 同一天被提讯 前台北市都发局长黄锦茂 一样是金华城案涉嫌图立的被告 再度被传讯一度还想装傻 另一边调查局北基站大动作 约谈穿深蓝色衬衫的民众党发言人戴于文 还有民众党秘书长周渝修 还有好几名基层党工 要追查柯文哲创立的众望基金会 相关金流是否和木可账户牵扯不清 大账房里文宗是怎么运作这些金流 柯文哲卷入的金华城案 还有假账案几乎是同步在进行调查 至于法院日前裁准扣押金华城土地 台北市政府针对是否停工也发文询问北院 北市建管处证实11号已经收到回函 针对是否停工 北院强调非本院裁定之项目 请北市府自行依职权处理 记者综合报道